好多人喜欢吃小火锅 而近年来业界也纷纷主打的是新鲜食材上桌 像是有一个资深餐饮人叫做王国珍 他特别强调海鲜如果不是活的就不能上桌 为了这样的坚持 王老板就三晋半夜的跑到了渔港的渔船进港 抢鲜取走还活蹦乱跳的一些透明小卷 对于海鲜相当有研究的他 还把台湾海域所产的无毒河豚干的美味推广给涛客 他认为这些好食材呢 透过了小火锅然后清算来吃 不仅能够吃到食物的真滋味也非常的健康 王国珍两年前大病痊愈后 就全心投入养生小火锅的行列 他的挑食作风 好多的政商人物都领教过 现在呢推出的这个现捞海鲜火锅 希望消费者就是能够享受美味 也能够把健康吃下肚 坐在大圆桌上吃的却是一人一炉的小火锅 而且山珍海味就在面前转哑转 有刚从渔港采买回来的大鸣虾 感生吃的话 这个生吃起来 咬起来就是很香香的 锅甜 锅好吃 还有几秒钟前才片成薄片的野生石鸟鱼 更有北海道空运来台的毛屑 还活着味道鲜美 每一天都空运来台 到现在还活跳跳的 用活的片了好以后再去煮火锅 味道很鲜美 盘盘精彩 滋味鲜甜 同时特别注重摆盘 搭配的当季食书 一定要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而且要去梗留夜 能够上桌的都是一食之选 新鲜到像是还在深呼吸 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在我的火锅店里面 不适合的东西不上桌 对食特别讲究的王董 这是他累积20年餐饮经验 再度分享的豪华版小火锅饗宴 但这次他更在意的是健康主食 所有产种的吃法 我认为吃火锅是最健康的 没有加很多的这种调味料 而且又不是油炸的 又不是烧烤的 顶级食材入锅汆烫 这水还是日本政府认证过的健康水 经过蔬菜柴鱼昆布水果熬煮 汤头散发出自然鲜甜味 同样经过认证的安格斯牛肉 下锅躺个几秒钟就入口 王董拍胸脯保证 你绝对不会再去别家吃 用浸泡式的这种煮法 大概三秒四秒 这个口感很好 非常鲜甜 而且又很柔软 能够上桌的都要是一等一鲜货 而非食品 两年前大病痊愈后 这是他对饮食的最大体悟 我自己两三年前身体出状况以后 我对这种食材也都自己注意 那尽量就是吃到比较健康的食物 尽量不要去吃食品 食品总是要经过加工的 台湾海域抓的野生的石雕鱼 这个在日本是顶级的 这个杀西米的鱼种 我们等一下会切薄片 早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 几乎所有台面上的镇商名流 都饱藏过王董的挑食 镇商名流 曾经风光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因为整个环境的变动 还有一些房租上的负担 所以说到后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结束两家高档中餐 自助餐厅后 这位摸透镇商名流脾胃的王董 改以清算饮食再度付出 但不变的是 一时以来的挑食作风 为了抢先把很老的渔货挑走 他会亲自到港口等渔船 这一天 这一天 五圆 这一天 这一天就要收港了 这一天就要收港了 大了 大丁大丁了 这一天就带去过人去卡甩顶尾了 午夜十二点 基隆外木山漆黑的海面 因为捕小卷的渔船靠岸 而灯火通明 王董经常是和船长报到的第一人 五月过后小卷开始盛产 船上火藏空间有限 船老大会在捕疗同时 也把小卷给烫熟 因此回到岸上 伙伴们可以迅速奔出大小 好交货给大盘商去喊价 而王董不拿现成货 他要的是 还活蹦乱跳的小卷 梵伴们可以带上车 美丽都不isce 你都不歌 conservative 你都不歌 你就不歌 你也不知道 他没有歌 不歌 我没歌 你也不知道 有你唱歌 他今天也跟他跌多少 排到水了 排到水了 大概是飞高军 飞高军而已 no 谢谢 不简单 他拜託船長特別留活的下來給我們 一般他們都已經都在船上就煮熟了 董事 我要他麻煩 很少有船老大願意帶活的小卷回岸上 因為安置在活艙裡很容易大吃小 存活率僅僅只有11% 現在也要放紅桶來拿的 紅桶來做人太好了 我再看燒雞來切 我沒冷喔 緊張啊 千辛萬苦帶回活的小卷 餵的就是入口那一刻最鮮甜的滋味 也通常都是客人就座後師傅才會清理他 還是透明的小卷就由超客自己下鍋汆燙 從小就喜歡吃海鮮 後來投入餐飲事業 曾經瘋狂到才看到電視介紹日本特色火鍋 立刻抓著廚師就上飛機 到了東京羽田機場換國內線再換巴士 晚上抵達秋田線就只為了嘗那一口火鍋的滋味 我吃完那一道火鍋以後 隔天早上又會回來 回來我就開一家叫做南路火鍋 簡直就是位美食行動家 大海是他的冰箱 港邊就像是他的厚廚房 陸下之際的和平島魚葬 好料報道他也立刻群接 吃河豚300多隻的吃 這個吃豚很好玩 皮也可以吃 肉也可以吃 乾燥也可以吃 就在這邊附近的海域 附近的海域 這個我把它丟下去以後 馬上又火起來了你看 一般人聽到河豚就起雞皮疙瘩 但他說台灣海域產的這款 六斑吃河豚並沒有毒性 美味就在於它的肝 清涮來吃柔嫩到在嘴裡會化開 比鵝肝更加美味 我不用冷藏冷凍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鮮度的關係 一般現在台北市的火鍋店 要像我這麼執著的比較少 是不是很少看到老闆 會親自跑進來這邊跟你拖鞋 對 這個這個是真的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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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不曉得 竹石不可耐蠢 不是 人家家裡會溫大嗎 不會 不會 就把它做好 挑選最新鮮的食材 還要有最美的擺盤 這正是這位老餐飲 把政商名流照顧得 服服貼貼的原因 接下來的目標 他要在豪宅裡 辦起頂級小火鍋外匯 我們會不會 做好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